娘 娘 救救伍妮 她还小 什么都不懂 你救她 好不好 我每天多干活 只吃一顿饭 剩下的都给伍妮吃 绝对不会多吃粮食的 娘 你救救伍妮 救救她 而且 我自己照顾她 一定不会给娘添麻烦的 可不可以啊 娘 林九娘脸一黑 她要是救留伍妮 还在乎多她一个人吃饭 该死的 她真不想做这个烂好人 但却拧不过心底那股 不属于自己的情感 明知是刘老太他们 故意恶心自己 却又不得不咬牙往下跳 刘四郎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你要是给我添了麻烦的话 看我怎么收拾你 既然打算救人 自然就不可能 让她死在自己的地头 等把人弄进屋里后 才发现刘伍妮发烧了 看着她烧得满脸通红的样子 林九娘眉头皱了起来 林九娘没有迟疑 立即解开缠绕在刘伍妮头上的白纱布 等看到红肿外翻的伤口时 眉头皱了起来 这伤口叫谁处理过 分明就是捂了一团被捶烂的草药上去 然后用白纱布一缠绕就算是包扎了 怪不得会发炎甚至发烧 没犹豫 让刘四郎去打一盆热水来清洗伤口 自己则去拿了一把剪刀过来 咔嚓一声刘伍妮伤口上的绣发 齐根被剪落 娘 你 你怎么能剪了伍妮的头发呢 这 这头发不能剪 剪了会变成骂的 完了完了 这个怎么办 不剪 死或者白痴 你选一个 娘 伍妮的温度一直降不下来 会不会伤坏了脑子 村头二狗子就发烧后 就变成了傻子了 这酒老贵了 用来擦身体降温 愣废呀 便宜你了 天蒙蒙亮时 林九娘终于打开门出来 看到守在门外的刘四郎 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面无表情地割下一句 别吵我 我要睡觉 便直接朝自己房间走去 哼爹的 累死人了 刘四郎一脸错愕 回过神来 一个剑步朝房间内冲去 伸手去摸刘伍妮的额头 确定温度降下来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 还是你要有办法 刘四郎呢喃了一句 在一旁静静守着刘伍妮 直到天彻底亮了 而伍妮也没在发烧之后 才转身去厨房熬粥 以吝点 无事 无事 能不能带你